下集風神666帶您嗨傳整個夏天 利用籌碼優心卡位 鎖定AAA超威猛的機優股 早買早享受前20位報名 由風露老師親自替您持股診斷 太若換更強 再看看之前的凶猛戰機 英邦314個百分點 材料242個百分點 雷虎159個百分點 檔檔強效翻倍 尋找下一檔翻倍股的蹤跡 現在立即加入Light Defense團 FSB688 或首刀來電02-25415555 各位全國投資朋友 大家午安 下午好 歡迎收看股之鋒神榜 我是許峰路 端午連假回來 我想大家都已經過了一個非常充實又有趣的週末 的一個假期 那今天第一天的交易日 指數好像比較沒有這麼好 但是個別股票我想應該慢慢都會越來越有機會 只要不是那種高檔創新高的 基本上應該都還是非常有機會不用太擔心 那我想今天早上的分析民就提到指數應該回測萬七 那指數測萬七你還是買低檔的股票 因為整部段行情沒有結束 我還是這樣認為 今年的行情 目標區目標價位是一度在往上墊高的 那你在操作上如果你看到這行情 你的指數可以一直往上墊高 那基本上你也不用太擔心 那只不過他在拉回過程裡面 接下來誰要接棒而已 那我早上說得很清楚 這邊高檔的股票他大概是漲到第二名的股票 就是補漲的股票啦 我再直接講更直接 今天大多數大跌的股票都是先前的強勢股 今天大多數大跌的股票都是先前的強勢股 那既然是這樣就不用太擔心啦 強勢股跌完了行情還是要繼續走 那很多股票今天在漲的是不漲 但又有其中的不同 有些是我們先年跟大家講是強勢創高 拉回再轉強的 那這個會是主軸 但如果有一些只是因為它是因為之前跌太深 跌跌跌跌到今天已經破底再翻彈的 那叫破底翻那不一樣喔 還有就是那一種 今年從頭到尾都沒有行情的 今年從頭到尾都沒有行情 以後沒有今天在漲的也有啊 我講一句比較 比較讓大家會覺得比較 很遺憾的股票啦 哪張股票 這個是做假踏車的啦 大家看今天有一檔股票就巨大 股價創了今年來相對的高點 其實我們去年在推喔 我們去年在7月的時候 6、7月的時候推 那時候外資一路的看壞 還出報告看壞它 後來我們推之後它是有一路的走到有創新高 我記得我們大概在240、250、260 那附近都有在做調解 後來就一路跌跌跌 跌到今年最低啊 那之後來公司自己來講說 我們這個確實確實出貨有問題 延票 今年3月的時候我講說 因為我們這個票啊延期啊什麼 哇就一路的下跌 講完這個消息之後啊 跳空大跌之後 它就正正正定正定正定 悄悄的 那時候在160塊附近 結果到今天 欸又回230了 240了 快要到我們先前 之前要賣的位置 分批賣賣的位置 我們往上有調解 結果很多的股票往裡都是 你看到利空的時候它結束 結束了跌勢 你看到利多的時候它才什麼 結束了漲勢 那每一個股票位階不同 但我會說這個時候 你如果問我整個結構上的問題的話 我認為結構上還沒有出現大問題 那指數拉回 其實還是有資金進場 就算今天這樣子縮量 其實指數還有 成交量還有將近3000億 那就還有人在裡面玩股票 你不用擔心啊 還有3000億 接近3000億 那是非常大的成交量 所以行情啊 仍然有 但是啊 誰是低檔準備要再往上大漲的股票 這個 我認為是 資金輪動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尤其是其實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很多遍 投信在這邊一定是大換股 有些股票換掉的 它轉進來大買的 那當然就會變成 盤面上的主流 永峰雨是今天創的新高 等一下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怎麼去操作這一波的永峰雨 那當然今天是 6月的最後個禮拜 夏季風神的666專 優惠專案歡迎大家 又到了一個好的機會 可以用最優惠的價格來加入我們的團隊 這是我們過去跟大家報掛過的股票 對不對 有像銀邦 像有材料 有雷虎 像有點續 有保勝光學 長榮航太 偽創 永峰雨 幽群 飯泉 這基本上是這兩三個月的股票 對不對 這是去年 有些是去年的股票 還有一些是 這個三月份的股票 那些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過去成功的 獲利的一個個股 像永峰雨 前一段時間 漲了這一些 其實我們又做了第二段 對不對 一次從33到38塊多 然後一次又從33塊多 又到今天的40塊多 其實同樣一檔股票你做兩段 那這種大型的股票 其實做兩次也蠻有收穫的 對不對 歡迎大家 利用這一次我們夏季風神專案 趕快來加入我們 6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之後 投信調整完 他又要開始準備做 第三季的衝刺 那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衝刺 第三季的行情 籌碼先嘎位 我們要鎖定AA超強的肌肉股 最超強的肌肉股就是 過去本來就是有肌肉的題材 本來就是有肌肉的股票 但這 今年以來 行情它還沒有大漲到 好不好 這個是我覺得很好的個股 它不見得是現在最熱的 但未來它都有肌肉變成最熱 好那我們來看 這內容裡面啊 不管是布局低階的股票 還有就是幫助投資朋友 做一個太肉流強 那 歡迎 這個前20位的投資朋友 由楓老師 來幫您大家做診斷 然後幫您做調整 好那楓老師 我們都會盡心盡力來幫大家做分析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掃描 QR Code FSB68 每日早報 車座提醒跟標準一定報告會在其中 那 FSB688是我們唯一的官方網站 所以 網路上現在超 應該說 好 這些的詐騙集團 真的非常認真 Fan 非常的努力 最近我又看到好 好多好多很特別很特別的這種 詐騙的手法 請大家記得 楓老師只有這個FSB688的 唯一的官方的網站 的一個APP 官方的這一個 Light App的 的這一個 官方頻道 大家就不要 隨便參加 私下告訴你說 我是楓盧 我好久不見 歡迎你來加入我們 如果這樣子的 通常都不會是真的 好來 看一下這個是 加熱期間來的文章 美國企業Q度獲利 分析師嗆摔 上年來最差的一季 又怎麼樣 股價該漲還是漲 這邊還是籌碼的關鍵 籌碼還是關鍵 市場信心 來 道琼指數我們先來看一下 前段時間跟大家講會創高 那創高之後沒想到 馬上越壓回 那來回來到了季仙附近 這也是合理啦 創高 壓回 這都很正常 你不會在這裡才去買道琼的股票 對不對 你說買突破 那如果這裡是買突破 那你記得下面就要進行加碼 好 通常我們的操作 我不會是這樣做啦 一定是怎麼樣 相對低檔的時候做佈局 對不對 好那拉回到這裡 你如果問我 會不會變利空 會不會變空方 不會啦 假日期間這個再跌 又再跌 包圍要放音 這禮拜三又要講話 禮拜三又要講話 可能還要再加息一到兩碼 那也是尾聲了 你還能加到哪裡去 美國欠那麼多錢 你還能加到哪裡去 有限啦 所以現在市場上的股價雖然很貴 我也是跟大家講的股票很貴 已經講快一個月 股票雖然很貴 但還是有人買單 這表示市場資金非常多 那國內的部分 尤其是我們台股 沒辦法炒房 那很多企業也不願意加大投資 對不對 國內現在有很多企業想要拿大錢出來投資嗎 我看起來是沒有 很有限嘛 對不對 所以錢往哪裡走 往股市走 明年要選舉 今年股市一定會相對還是強 好 拉回來到了季縣附近 道琴也是一樣喔 拉回來到季縣附近 這個是強力支撐 沒有什麼意外還會再漲 好 那斯達克 這是強勢整理嘛 其實也就跌一天而已 跌一天漲一天 然後 包圍放音 就是再整理一下 這個禮拜 再包圍在講話 有可能 有可能再先回個 回個兩天 回到禮拜三之後再往上走 這裡其實就已經是支撐了 再往下空間相對來講不是那麼大 倒不用太擔心 肺斑比較嚴重 因為肺斑這個是創高之後壓回 創高之後壓回 連續幾天 連續幾天壓回比較深 台積電的供應鏈 它就台積電 壓回的幅度比較大 那整個半導體裡面的組成 比較複雜 都是在這個晶圓代工啦 記憶體啦 還有就是IC設計上面 那他們在這裡面受到的影響 相對來講會比較大 比較大 因為畢竟這一段長得非常兇猛 拉回來這邊我認為 已經開始收繳了 那邏輯上今天台股跌的不深 所以晚上的台積電基本上應該就是 ADI應該會指紋 在這裡面進行整理個兩三天 三四天 等到禮拜三之後才會往上走 所以今天的AI股票也有被影響到 但影響好像不是太大 因為真的很好很好很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我們對這一波AI股裡面 比較著問比較深的兩檔個股 好 加權指數其實今天是拉回 回測萬七是很正常 這個缺口應該看起來是要來補了啦 明天應該邏輯上是繼續來補這裡 繼續來補這裡 這樣比較合理 那貴賣指數是比較不好的狀況啦 因為我認為他長滿足的空間不夠 但他還是壓回 那壓回這一段我認為 比較像是投心在換股操作 好 來今天的贏家觀點 主要是我們 最終我們實際看好的個股 偽創光寶科 我認為拉回都是滿一點的 沒有變 拉回都是滿一點 那碳圈的有風雨間中創新高的 滑指準備要跟上 中文化這還是找滿一點 然後來做一個技術面的選股 國際中向 這就是中向 這過去大家想到就是做 橡膠原材料嘛 還有誰 還有一個孤兒藥 那現在有新的題材了嘛 那我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看的股票 有時候看的會比較早 但這個已經是有人在 進場裡面在進行什麼 攪動一直春水的股票 他難保不成哪一天 要突然一個利多出來 又變成一個 年齡性跳空大漲的標股 這個也要先留意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今天新聞啊 電子代工五強 全部要供AI伺服器 題材都非常多啦 七月份蘇之鋒又要來 所以這個禮拜是你逢低再去 找買點的時候啊 有鴻海啊今天是直溫轉強嘛 廣達剛創新高拉回整理嘛 偉創殷業達創新高 人榜都是在高檔 位階最低在鴻海 所以是不是我經常跟大家講 同一族群他先長 位階最低的 長最少的 但是最強還是誰 我怎麼看最強還是偉創 我怎麼看最強是偉創 偉創今天啊 連五六線都沒有跌破 相當強 那我認為他應該還是接下來的主軸 我認為他還是接下來的主軸 這個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偉創的內容嘛 對不對 那當然囉 當時候才五月十九號你 我們十八號我們會沒有佈局 十九號大家看到的時候 在五十三塊多 當天還是五十一塊啦 那你看到收盤也是五十三塊多 到六月已經漲了將近五成了 六月二他漲了快五成了 投信跟外資對坐 投信跟外資對坐 我們就讓他整理看看 看怎麼走嘛 對不對 最美的那一棟我們賺到就好了 整理過程之後我還是跟你講 欸 欸 壓迴還是買點喔 七十塊附近整理 大概整理尾聲喔 那又是一個好買點喔 好吧 又再漲再創新高 最高到哪裡 到上禮拜 最高到哪裡 85塊 85塊四 今天是不是相對強 收828 這個波段其實 漲了六十幾個% 這就是主軸啊 主軸股票再漲就會這麼快啊 那外資跟投信一樣都在賣 投信我認為應該是在高檔獲利調節啦 那外資在這邊呢 本來就是一路賣 他也是賺到之後他就開始跑了嘛 那現在在進場的籌碼是誰 現在在進場的籌碼是新的忠實大戶 因為我們去做中碼追蹤喔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三啊 節錢去拉台的喔 節錢去拉台的不是外資 更不會是投信 因為投信都在出嘛 那為什麼節錢還敢去拉台 還敢去吃貨 因為有新的資料顯示 他又有新的訂單嘛 新的訂單包括有誰 NVIDIA是大家本來就知道的嘛 還有特斯拉啊 還有SYSCO 特斯拉也進來了 股票要漲齁 Story都非常多對不對 連特斯拉都進來了 那我想這股票 任何拉回都是漲買點啊 沒有見高點了 這邊未來在任何拉回還是漲買點啊 那今天在這邊做整理 我認為就是80以下應該是另外一個起漲點 80以下是另外一個起漲點 好好布局吧 廣達 當時候一直在漲的時候 我就說偽充會比廣達強嘛 那在6月12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這個廣達應該也是壓回要買 找買點 創新高壓回整理還會再漲 當天收盤129 就開始往上走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一路往上攻 反彈再創新高 其實在上個禮拜三 他還在創新高153 那今天震盪整理之後啊 其實他146 這裡再跟你講 另外一個買點還是上嘛 那外資還是繼續買 投信啊買了這一段 因為投信這一段在出什麼 出偽創 在買廣達 那上禮拜再創高 出更多 上禮拜創高過程出更多 那我想來到這裡應該又是 橫盤整理之後 後續再往上走 整體的 整體的電子五哥 他讓我想到的是什麼時候 我看到這些股票 我想到的是2000年那個時候 2000年那個時候 廣達其實還有 應該還有300多塊的時候 還有300多塊喔 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還有300多塊 400塊 300多塊 那這一波大概往上走 我認為 這個籌碼還是相對安定啊 還是相對安定 整體來講啊 不管是偽創廣達 我認為應該都還有高點 而且偽創的空間會更大一點 因為現在法人估嘛 看到最好的偽創明年可以估到7塊5 廣達可以賺到10塊 可是廣達今年就7塊5啊 你賺到10塊 那就成長比較小嘛 成長比較小嘛 那我如果去年 今年來看的話 偽創可能賺不到1塊 可能1塊多吧 1塊多到2塊好不好 我給你算2塊 明年有7塊5 那是倍數的獲利成長 所以為什麼偽創比較強 這個是這個部分 再來是光寶科啊 光寶科技術面上其實是爆量之後 拉回我們開始找佈局點 強制再衝高沒有 壓回來 今天跟著盤壓回來 其實也就是在這邊做整理 大量不會是最高點 尤其是這種大型全值股 大量絕對不是最高點 拉回來都是找買點 這個缺口補與不比 都是要上的 這已經開始收繳了 已經開始收繳了 那這裡如果在明天啊 這個邏輯上明天只要跳空音開高 只要開高102.5 來先看數字啦 今天最高102.5 如果明天開盤是直接跳空過102.5 這附近 那基本上這一個應該又要攻上去 112過了 是要加碼不是減碼 因為這個最大量區不會是最高點 然後它又經過時間整理 這個未來一定是在創高 我認為以這一段上來 在這一段的一個對比來看的話 因為它是一波上來 一波上來 大約是30塊錢左右 所以這裡再上去 我認為應該有到130 左右的實力啦 那你就看你怎麼買 會不會買到最適合你的獲利空間 對不對 好這封老師就直接跟你講 這是我看好的 那我們跟大家講的這個 沒人做的好生意 沒人做到最後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你有最賺錢的機會啦 東科啊 我們再說這個公司可能比較冷門啊 當然人家確實就是EPS的數字很漂亮 去年賺超過6塊嘛 那今年可以賺超過6塊多 那照理怎麼來講 在中國大陸很多的廠商 退出這個市場 再加上說它有新的客戶 毛利率又大幅的拉升 那本益比應該是要做提升啦 今年比去年賺得多 股價一定要比去年更高 創高才對啊 那我們跟大家來講 看這一浪一浪上去 這一段指數在創高 就沒什麼走 我們在這裡跟大家提醒了 記對不對 下緣跟大家提醒 來一點 可惜啊 那個外資啊 來了一下又跑掉 警線本來完成了 可是遇到這個小的套牢區 外資退縮啊 但今天啊 其實又怎麼樣 又開始收紅了 資金總會來找被市場低估的股票啊 我認為哪一些會讓你賺到大錢 不是你一買它就漲停的那樣股票 通常我波動波老師發現最近很多狀況 一買就漲停 隔天你不賣你就變跌停 有沒有這些例子 有啊 我說我有很多股票 我們帶會員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發現它是屬於那種波動比較大的 投資朋友比較容易切的 我們不見得會跟大家提醒嘛 像我們前段時間有在操作的 那有一檔股票叫正林 我們上禮拜五獲利出青嘛 上禮拜三獲利出青 換了一檔個股 結果呢 今天盤中就打到跌停板 不是說封老師賣掉它跌停板 會不會很靠心 而是我說這種股票的波動度很大 比較不適合投資人操作 一般的投資朋友操作 上禮拜 上禮拜三有那個股票叫尾遜 也是公道漲停板 今天直接又打到跌停板 這個是什麼 隔日沖很明顯的資金進場 那一天查一下籌碼 2000多張的隔日沖的股票 結果今天直接開地走地 直接打跌停 很多這種來回震盪如果很快的股票 不是的投資朋友操作 我不會跟大家來講 我認為很多股票可以賺大錢的 通常都是你買下去之後 它慢慢的什麼樣 慢慢的漲 或者是它整理一段時間再往上走 因為 當封龍老師在講的時候 市場很多都會進來 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那有些就是壞心事 有些就是這樣 當沖 隔日沖 會引動這些 如果有時候引動到 比較大咖的當沖 隔日沖 那股票就會整理比較多 那最終呢 最終它就要比較長的時間去做整理 可是還是會往上創新高 封龍老師講的都是基本面的東西 都是長線趨勢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基本面的東西非常好 這一浪上來 休息整理 二浪上去 下來 這邊還有一浪 這邊還有一個大浪 這樣才可以做完全你的股票 才有辦法完全出貨 今天 縮量整理就收紅 那一補量再上去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重底部完成 這個頭就過去了 這個很小的一個頭部 那接下來旺季 他有營收保護 你公佈 六月營收 以後創高 然後公佈季報一看 哇 上半年賺兩塊五啦 好 上半年封老師孤賺兩塊五 下半年可以賺三塊五到四塊 這種股票沒有理由不漲 我認為他 過五十一塊三前方的高點是 是應該要過 而且必須要過 這才符合這兩公司的價值嘛 對不對 那CO2 碳權 到2050年 這個是長線目標 二十號再跟你講一次 記不記得我們還有上 友台電視節目還特別有講 碳資產這個題材 有沒有 當天隔天啊 二十一號新聞就來了 新聞就來了有沒有 二十一號新聞就來了有沒有 來 我們跟大家來講 永豐瑜嘛 他還有滑紙嘛對不對 這個比較重要 永到這今年掛牌 大概已經行情走完了 這個應該已經是獲利 獲利下車 來 滑紙嘛 對不對 還要成立碳管理事業群 好 來 我們當時會在這裡跟大家來講 第一次有沒有 整理過後創高 跟大家來講這裡做布局 買兩天 拉回來 還是跟你講 趕快喔 還有更好的買點 繼續買 因為我們 我們的布局不可能說 每一次一買就是最低點 就是起漲點 那有時候要看市場 市場的一個行情嘛 然後我們跟大家來講 壓回來 我要跟你講說 這個三十三塊附近的 永豐瑜 你一定要好好去做注意啦 三十塊附近的永豐瑜 衝到爆量流上引線 整理兩天 好那整理不過 我們就 資金有效獲利調節嘛 這裡到三十八塊 三九塊四 來 然後拉回來 拉回來 6月19號 我就跟你講 這個 這個要買 有沒有 拉回來我們在今天開始布局啦 三十三塊多 就是我會買永豐瑜的位置啦 下來有量 有人在接嘛 這裡是不是 我跟大家交的支撐壓力區 這裡本來是壓力有沒有 壓力撞到拉回 壓力撞到拉回 壓力 突破了 我們買 他給你假壓回 然後再生突破 又給你壓回 這裡賺了十幾個percent 記得嗎 拉回來之後再來買 你之前有賺過他的錢 這裡你再買就有信心了 然後我告訴你說 你看 投信在買耶 這一天之後 你怎麼樣 投信在買耶 19號 去查盤後什麼買 投信開始在買 20號就有人跟了 20號有人跟了 你看 土洋對坐有沒有 還記得我當時我跟你講 土洋對坐應該有大行情喔 當天35塊2 來 37塊5了 土洋對坐第三天 準備要創高了 然後 永豐瑜有沒有 到今天最高已經來到 40.8 40.95 外資賣了6萬張 投信買了6萬張 你說巧不巧 你說巧不巧 好 之前跟大家講的 你看今天在創新 要差點後漲停 但我們不是今天買的嘛 對不對 我們19號就買好了對不對 好 來 再看一次 19號 方老師 你每次都要買碟的 買碟不是比較便宜嗎 買小費 跟他做工作有沒有 來 上來 上來 這個買到 買三 買下去 沒有漲 買完之後連漲三天 那不是更好 好 那今天爆量一定會有流上影線嗎 創高爆量 那就是用這一天的低點當支撐點位就好啦 沒有破就繼續爆嘛 因為他又創新高啦 對不對 那今天邏輯上外資一定繼續賣 投信一定繼續買 那投信買到沒力之後 我們再來做調節嘛 那這一段是不是就是 一下子又20% 一下又20% 你看當初的偽創有沒有 我跟你講土洋隊做啊 我說我比較相信誰 我相信的是投信嘛 投信一路買 買到投信沒力我們就怎麼樣 短線先休息了嘛 後面誰接棒 新的忠實大戶接棒 我們看忠實大戶 現在才在接棒嘛 他現在在接棒 那就是另外一個起點 找機會再來布局嘛 一段一段做 不是每一次股票都像偽創這樣 一波到底啊 永鋒宜做兩段也快40% 永鋒宜我們做兩段也快40% 有沒有這一段 然後這一段 然後這一段 這個是操作的技巧 來 滑指我們當時說應該也是要再往上跟嘛 20號 2775 然後也是跟著上 今天盤衝來到30塊 他還沒過高 他還沒過高 他也要過高的 他也會過高的 先走大型的嘛 大型的拉出空間 小型的再走 準備炒上高點 一樣有碳權 然後又有特化的 那今天台積電 台積電的供應鏈好像拉回比較多 因為被艾蘇摩爾影響 但他在長線來講 市場正在做一個 試占的變化 為了他試占率會變多 哪有碳補中的特用化學 那我們說這一段他先創新高的嘛 他領先創新高 但劉尚引前 這遇到誰 唐聰 葛日聰嘛 好沒關係 拉回來之後 在這裡面 再跟大家來講 本來上禮拜三 他也是攻擊嘛 又遇到葛日聰 葛日聰我們說過 沒關係 你拉回來在這裡面 季線他往上走 我說他來到監禁季線這裡 都是佈局點 都是佈局點 大家都要上 他也會過這個高點 我認為這個高點 這邊離這邊高點更遠了 那再過去你的空間就越來越大 佈局最後都會有績效的 來 今天有新的車用概念股跟大家講 國際中項 過去印象不是是做 做這個輪胎材料的啊 然後不是做 做這個有孤兒藥 投資孤兒藥的嗎 為什麼變車用概念股 對啊 車用原料本來就是車用概念股 但他有不一樣的東西 康廷X LH這個是低滾 低滾組高耐磨的太黑 這個就是氣勢材料 但他現在已經開始 做了一個導進到電動車專用胎的一個動作 他跟輪胎客戶合作開發 高負重結構特性 大家知道只要是電動車 車子都非常重 都兩噸起跳 對不對 然後電動車專用胎 現在還沒有人在講 但是啊 振興輪胎已經先創新高了喔 投信買了那個 但我認為有爆發力應該是中小 然後他又跟土耳其工業集團 OIAK也在合資啊 這個有持股補食 明年要開始投產 有新的市場 然後再來啊 開發3C產業的 新電池 還有遮光周邊的零組件 這個又是新的題材 有電池 技術面啊 之前橫盤整理跳空爆量之後 拉回又回到支撐區喔 突破花拉回 這是我最喜歡布局的位置啊 這裡是個大量區 這裡的大量去把它化解了 基本上來補這個缺口 應該是很有機會啊 這個空間上去 加上車用的題材 電池的題材 市場上不知道的題材 應該都有機會 還是來講喔 這波行情你要在這邊找 可以連續噴出的會越來越少 我們盡量用安打來操作 安打安打 再安打 夏季的風神666專案 歡迎大家好好利用 紅綠親自持股診斷 台路有強限額20名 歡迎大家好好把握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預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快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